日本最新款超夯人气吹风机 还有微波煎烤箱水泼炉 住在台上个月才刚从日本扛回台湾 这一堆家电用品和保健药品 但现在看到了代购 心又扬了起来好想买 一个护照只能买一台 一个部罗能买一个 盯着通讯群组眼睛一不开 因为此时此刻代购卖家人就在日本 一秒不差及时连线 卖场里新型号的吹风机正在促销 店员还能一对一细心解说 下单速度要快一点 因为我们如果离开这个地方的话 就可能会买不到 现场有货就要先下定 下单速度快很准时到20分钟就要结单 卖家逛到哪里买到哪里 还有群组买家点单买泡面 买家二话不说立刻成团 过去代购大多在出发前先统计数量 回台湾再分货 但现在live连线零时差 随时下定随时买 一方面卖家少了囤货压力 另外一方面让消费者充满新鲜感 可以知道说什么有现货 什么没有现货 什么是最新的商品 他可以去选择 因为我们会po一些比较新的 可能台湾还没有的 他在要装店的时候 那他就会把一些商品马上po出来 至少我们不用跑到日本去 对卖家而言扣除饭店机票成本 实际利润其实不高 但为的就是养大消费者胃口 代购风潮推陈出新 也让买家同步感受国外shopping快感 这里连家庆台中报导